那我在一個很特別的環境之下 那我也接受了民進黨選對會的徵招 成為直轄市最後一位提名的市長候選人 那這個身份轉換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 那接起這個任務 繼續邁向桃園市長 民進黨繼續執政的勝選 我相信我已經表現了最大的決心 所以這個決心大家不用懷疑 那這個決心也是承擔起 繼續勝選的這樣一個責任 桃園這幾年那經濟成長非常快 人口成長更是全台灣第一名 增加了21萬人 那這也是各行各業願意來到桃園 定居就業的這個最好表現 所以鄭文山市長是一個非常貼心的市長 在每一個勞工的福利也好照顧也好 那甚至今天我們所在的這個勞工大樓 也是兩年前啟用的一個新的遮雨棚 讓所有的不管是產業總工會 職業總工會也好 都有一個很舒適很好的環境 然後來這裡做行政的工作 照顧到我們7萬4千位 我們職業總工會的會員朋友 那這也等於是照顧到各行各業 所以現在中央也有勞動事件的處理法 那對於勞工朋友如果遇到包含相關的訴訟 那或者相關的這個非常的狀況 都有提供很好的法律上的保障 那疫情期間 那大家本來擔心台灣的經濟不好 會造成很大的失業 那其實中央提供了很好的環境跟資源 桃園市也對於這個包含說在就業的方案 然後提供了9千7百個就業機會 讓勞工朋友安心隨時可以轉換跑道 那對於青年的這個那個 青年然後剛加入社會 那也提供輔導 那如果企業他們雇用青年朋友 那滿三個月其實就可以補助到2萬7千元 然後再加上新的勞工的大手 我相信每一位勞工朋友跟我們各職業別人 都對這個市政府的貼心很有感受 所以這勞工政策跟勞工的照顧 一定會用更新型方式來 來照顧大家 這個大家放心 那這幾年其實全台灣的基本工資已經連六丈 這表示我們勞工朋友的環境都很好 那經濟發展也很好 我想這是一個最基礎的穩定跟照顧的環境 那這一點桃園會更好 來請大家放心 那勞工政策完整的說明 我們會在之後按著選舉的步驟 來跟大家來說明 那我相信基礎上鄭文灘市長8年 都已經有這麼好的基礎 這才是信任民進黨繼續在桃園 繼續執政的一個最大的基礎 那我們在這個基礎之上 然後擴大服務 我相信這樣的勞工朋友跟工會朋友 才會有信任感 不然為了選舉才開支票 以前什麼都沒有做 那我認為大家在這種信任度上都不夠 那有鄭文灘市長跟蔡英文總統 照顧得這麼好 在這個之上我們做更細膩的勞工政策 在之後來推出 我相信那這個會是最有信任度的 勞工政策的一個發表 也許可不可以 我們在這裡 做個多個月 我相信我會有很多的 這就是有信任不足的 我們會去做更多的 我會有很多的 我們會有很多